他也批评说22k根本就是人云亦云 说那些学生被学代压的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 实际上吃的比自己还要来的好 不过这一段话一直说出来 引发网友痛批 就连艺人大V也直接大骂说 怎么会有电台来找这样的主持人呢 再跟我们讲一下 面对镜头正在名嘴动作之声 一个字也不可吭 但是回到录音室话说的比什么都酸 所以你随便拦着大骂问他说 22k你有什么干法 每个人都痛吗 你有没有点22k 没有你根本还没毕业 现在学生你问他 哦不好够我鞋带哦 一堆我日子什么 我去吃午餐餐 碰到他们每个人吃的都比我好 这种就是叫人瘾义 22k议题董志森好爱谈 更不惜杠上听众 还要他们来电台订口机 让一直对他有意见的大只听了直摇头 这样的节目需不需要这样的研究 大家需不需要这样的主持人 拍你当搞笑啦 其实董志森不止一次 说22k议题 还直接点名台大法律系 你台大法律系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 对不起我只给你一万九 想两万二 门都没有 公开挑衅网友也发动围攻 只是在这样下去 就怕从广播 网络论战变成真正的 社会暴力事件 三连新闻 无愧有关圈 台湾到